前两天呢我拍了一个小视频 是有关一群乌鸦的这个小视频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呢我说 现在这个乌鸦已经成为公害了 因为它们老拉屎 所以很讨厌 但是呢后来两天 我又好几次经过这个乌鸦群 可是每次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这个乌鸦拉屎拉得太多 造成公害的这种现象 所以呢我自己就回想一下 我自己为什么成了一个 不真实消息的传播者呢 其实我自己是完全无意的 因为我得到 我是从一个当地的广播电台 有一天看电视的时候 得到这个信息的 然后电视里面有一则这个消息 说这个乌鸦呢到处拉屎 然后画面上还出现了那个 就是白石覆盖了整个的地面的这个画面 然后我也就信以为真了 所以当我看到乌鸦 乌鸦群一个乌鸦群的时候 而我录录像的时候呢 就情不自禁地说了 重复了这个不真实的信息 那从这个例子来推想一下呢 大家就不难看出 这个谎言和诽谤 是怎么传播开来的 我这里是指的在西方这个媒体上 他们会有很多诽谤 中国或者是俄国 或者是其他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种消息 我以前也并不知道 他们是在诽谤 在传播谎言 那后来呢 因为我看得多了 而且呢我自己了解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这些西方的所谓的新闻自由 和报道所谓真实的 这个西方媒体呢 也经常传播谎言和诽谤 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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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阅